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有一个中心点 贪的中心点是亲情 也就是贪里面 最严重的是亲情 亲情难分难写 常常念在心上不会忘记 念阿弥陀佛有时候会忘掉 要深念 念头舍掉了 可是亲情永远不会失掉 时时刻刻会想到 世间人趁这个是好似 有情有义 佛法则不以为然 为什么 这种亲情感应的是六道轮回 没有这个东西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六道轮回不是真的 亲情也不是真的 亲情从哪里生的 从忘心生的 不是从真心的 从阿雷耶神的 从摩纳什神的 世间人 最难写的 亲情 我们连亲情都要放下 就像阿弥陀佛 我是真爱这个亲情 为什么 我往生之后 她决定的是 我会帮助她了 现在一般讲 我会加持她了 我要不能往生到极乐时期 这个亲情再亲 没有办法永远在一起啊 一口气不来 每个人业力不一样啊 故人到故人地方就投胎 永远不再认识了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思想 连亲情都把它变成阿弥陀佛 决定得生 真地得生 家人都被多了 怨情平淡 谁怨是亲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谁怨 决定不抱怨 谁怨不时把亲也丢掉了 那就你完全错掉了 谁怨啊 对亲要亲爱 要孝顺 要感恩啊 但是心里面呢 心里头要干净 为什么 心里要执着的时候 那就是亲情 亲情最难断 亲情不断呢 出不了六道轮回 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来建立到极乐世界 你 家亲眷属还放不下 那就去不了了 所以 谁怨跟谁怨呢 是两种做法 谁怨 决定不埋怨 这个人对我有误会 毁谤我 侮辱我 陷害我 障碍我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放在心上 这个叫神愿 谁怨不是这个神法 谁怨对父母一定要尽孝 对家亲眷属一定要有义 要把这个做出来 谁做出来 心里也亲近 一行念佛求生见度 你只要一往生 你的家亲念佛都沾光了 中国有个言语说 一子成佛 九祖升天 你看家里九代祖先都沾光了 都升天了 那我们把这个亲情要能够放下 我去做佛 家里九代祖先都升天了 这是真的情爱啊 居足坚定的信心 坚定的志愿 决定到基督世界去了 这个世界要写得干干净净 一丝毫留念都没有 一般人留念当中 最难分析的人叫亲亲 不能想这个 想这个就产生障碍 你去不了 我要把亲亲也放下 到极乐世界之后 我这些亲人在那里 我多有能力去多大 这就对了 这才是真正智慧 真正聪明人 千万不要受亲亲所累 把你拖下水去了 那就大错大错 这个放下不是无亲的 这个要懂得了 这是真点 我先成就再成就大家 我没有成就 大家都受苦都受难 你说你真的要关心这些人 真有这个心的话 你暂时放下 往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你就是大菩萨了 不是普通菩萨 大菩萨 你有智慧 你有神通 你的家庭萨 无论流转在哪一道 你都看得到 他们说话你都听得到 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一定会帮助他 你才能真正照顾他 你要不念佩 你要不念佛不求生进度 心里面想照顾他 他真是 心与愿我一样 力不从心呢 你没有能力办到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有能力办到 你就有能力帮助了 真正相信了 求生进度的心 悠然而散了 你就能够 用力散口了 对这个难分难舍的用力 如果家里面的元好 家庭眷属一七年佛 全家移民到极乐世界 好无事啊 不是你一个人走啊 全家去 到极乐世界 真的还在一起 如果不到极乐世界 说来生再能够在一起 相当困难 为什么每个人造的异音不一样啊 六道里头是随音乐流转 自己做不了主啊 这个事情不能够不知道 你要不去极乐世界 这一轮回啊 不知道古人家的五千节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能力 照顾不到 到极乐世界 立刻就可以回来 化身回来 分身回来 你一地家秦眷属全都照顾到 这叫什么 真正爱护家族 真正爱护情人 要往生起路世界 得阿弥陀佛本愿微神加持 你才能做到 明天摄 之类 明天摄 尽重 明天摄 入门 万别 最望 在正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